2017年,张天硕病危 前女友思情歌日乐来见他最后一面 张天硕健壮,流着泪说了一句 我对不起你 简简单单五个字 却让思情歌日乐哭了好几天 这句话也宣告着俩人的爱恨情仇 彻底释怀 1999年,俩人第一次相识 那时候的张天硕是京城大佬 更是内地摇滚第一任 一手朋友,直接让他火遍全国 反观思情歌日乐 就是一个从村子里走出来的毛丫头 但由于他特别喜欢唱歌加上较高的情商 也逐渐地在乐坛闯出了一点名堂 再后来,张天硕一眼就看中了这个丫头 不但把他收为自己的徒弟 还让他加入了自己的乐队 在张天硕的帮助和包装下 思情歌日乐的事业开始突飞猛进 一手,山歌好比春江水 更是让他一夜爆红 名气丝毫不亚于当时的一线主流歌手 伴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 俩人的感情也逐渐升温 上升到了朋友以上,爱情以下的地步 毕竟,张天硕当时是有女朋友的 但年轻气盛的张天硕 最终没能抵抗住心动 还是和思情歌日乐在一起了 其实,思情歌日乐一开始是有所顾虑的 但张天硕却表示 我和他之间没有感情 不过他坏了我的孩子 等孩子出生我就和他分手 被爱情冲昏头脑的思情歌日乐 也相信了张天硕的话 俩人也正式发展成了地下恋情 本以为能够长久地走下去 谁料后来发生的一件事 让思情歌日乐彻底绝望 还险些服安棉要自杀 思情歌日乐和张天硕同居后不久就怀孕了 看着肚子一天天大起来 而自己却一直没有一个名分 忧心忡忡的他 还是决定破罐子破摔 他挺着大肚子 找到了张天硕当时的老婆李梅 开门见山 直接说自己坏了你老公的孩子 他爱的人是我 你们离婚吧 结果李梅见状 却并没有任何惊恐 反倒是长叹一口 对着思情歌日乐来了一句 你知道张天硕在外有多少女人吗 你不是第一个 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我就像是他妈一样 他离不开我的 这句话顿时让思情歌日乐双腿一软 差点坐在地上 很显然 此刻的他是绝望的 无论是在张天硕面前 又或者是在李梅面前 他都输得彻彻底底 回去后 思情歌日乐就将孩子打掉 正式地和张天硕分手了 那段时间的他 整日以泪行 甚至还患上抑郁症 吃下了一大把 安眠药想自杀 好在朋友发现 及时将他送到了医院里 在后来 他在家人和朋友的安慰和疏导下 才逐渐地走出情商 但这一系列的事情 也早就让他无心工作 事业也一落千丈 再也没有当年登上春晚时的风光 不过一个人经历过这些事后 其实也不在乎这些了 无论是钱和爱情 对思情歌日乐来说 都是没那么重要了 好好的 幸福地活着就足够了 但感情往往就是这样 即便他认为自己 恨着张天硕 但当他得知 张天硕癌症晚期的时候 还是没忍住去见了他最后一面 而张天硕临终前的一句话 更是让他久久无法释怀 2017年 张天硕病危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